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主播讲一下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大雕翅 也就是大雕翅 这个意思是 不要太容易吃一小一大糕 这个对于我们的客户法 要拼抽 抽食的意思 以为我们的客户 成功没有人好 因此货身不是十分充足 所以我们的主要是熟悉 在主人间会邀请朋友来做客 有人来批油墙的人 会带到一些 要不是带钱 要不是带食材 吃完就以下加工蜜蜜 又吃菜又吃 现在大家做一种发动 甚至是大雕翅 认识成份当中 以为我们认为平时比较少 食材和食品丧失 一张人失忧不得定人 他就会邀请朋友来 大雕翅 共同分享蜜蜜 这种形式不但分散的开支 和太阳人都可以参与到 食材炒菜煮饭当中 是一种真正真正的吃吃穿 其实大雕翅 和我们平时说的 AA字 是十分类似的一种方式 不分重要准备 主打去改善两个事 之下我们的客人 彼此之间的公平 腰山 顺扑 伏木的关系 客家发动中 还要尝试一次 以下的丢角 只可举手年数的情况之下 超少年人以下 佩合作者 非得以下狗猎 嘿嘿 像我们太阳人马上 在地下来 和我们以下 大丢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